所以以前 有很多人问我 说师父 这个弥陀经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你看 以前很多人有说 问我说师父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好处太多了 但是最重要是什么 最无比殊胜的是什么呢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 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好处太多了 从四十八月你去看 你就明白了 但是 无比殊胜的是什么 十方诸佛国度是没有的 围堵西方极乐世界才有 是什么 寿命长久 而且无量当无量 你的寿命很长 这个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最无比的殊胜 佛的寿命很长 我们 跟阿弥陀佛都是一样 你有寿命长 你跟着阿弥陀佛学习 你必须会成佛的 你一定成佛的 为什么 因为你时间太长了 而且这个长寿多久 阿森奇节 是无法去计算的 大乘经告诉我们 你看 你要成佛 你需要多长时间 三大阿森奇节 但是你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的寿命是什么 无量 无边 阿森奇节 你想一想 那个寿命有多长 太长了 这个就是最大的好处 你今天有智慧无碍 辩才无碍 你的身体是金刚不坏身 你没有寿命长 全部都落空 这个就是最大的好处 第二个的好处是什么 佛住世上 就是说 佛在这个喜乐世界 时间很长 教化重心时间久 所以有九度不喜之功 一切诸佛差度 没有这个事情的 所以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讲这一部 第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 六方佛出来做证明 六方佛就等于十方佛 来为我们做证明 证明什么 西方极乐世界 真的不可适宜的 你要发心 你要发愿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就是六方佛 十方佛来为我们证明的 所以你看那个九摩罗鼠大师 为什么把原本的这一部 佛说阿弥陀经 改为佛说阿弥陀经 佛说这两个字 说是喜悦 换句话说都是欢喜 佛最欢喜的是什么呢 你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这一生你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佛最欢喜的是这一桩事情 所以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这个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寿命 两桩事情 在死方诸佛国都是没有的 唯独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世间 寿命顶长 顶多一百岁 你还是要离开这个世间 你活到一百岁 你很累 对不对 活到一百岁 真的好累 如果儿女不孝顺 那怎么办 如果儿女孝顺还好 你要保证你不生病 你身体健康吗 真的 你在这个世上 你有多长寿命 你还是无常 你还是带不走 所以刚才已经讲过了 有这个机会 不要放过这个机会 真的 该放下的你要放下 该舍的你要舍 一切许愿 最主要的 好好抓住这句名号 不要到临终的时候 阴心寨主 找上门 那个时候 你要来用功念佛 我告诉你 来不及了 真的 趁这个机会 身体健康 头脑清楚 你要好好念佛 等到我们 那个身体 衰弱 开始没有体力 这个脑里面 记忆力还得退化 那个时候 念佛 我真的很难